新鲜的食材放进去 香喷喷的出来 哇哦,这色泽可以拿去蝉姑隔壁家小孩了 再把腌制好的虾放进去 又是香喷喷的出来 看着就要流口水了 再来烤个玉米了 哦,熟了 我的天哪,太香了吧 再把腌制好的五花肉放进去 Oh my god,快来看呀 我要拿去蝉姑隔壁家小孩了 台湾筒子机筒使用方法 第一步 将盐气灶装到桶里 第二步 把那桶装到里面,盖上盖子 第三步,结上盐气 第四步,开火 然后就可以开始烤了 第二种方式是烧炭 把木炭放到桶底,点火起炭 等炭烧到桶孔,就可以开始烤了 再教一下怎么灭炭 第一步,把下面这个小门关上 第二步,把上面排气口的拔门转到闭合状态 空气不流通,碳就会自己捏掉